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363年 刘玉刚生下来不久 她的母亲便死于难产 父亲刘翘微薄的收入根本请不起奶妈 眼看着就要把刚生下来的婴儿扔掉 多亏刘玉的姨娘将其收养 甚至不惜给自己的儿子断奶来补育刘玉 所以刘玉就有了嫉奴这个名字 嫉奴也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他们往往表现优秀 会让父母对你产生恩铁不成钢的感觉 不过刘玉这给别人家的孩子却是劣迹斑斑 不爱读书 整日里有所好闲 据说她的祖上是刘邦之地处元王刘娇 刘玉从事的老刘家祖传的工作 知习范侣 卖草鞋的微薄收入显然不足以补贴家用 所以刘玉喜欢用赌博来挣点外快 结果反而欠下了当地土豪刁葵 整整三万钱的巨额赌债 身无常物 还不起债的刘玉被刁葵的下人吊起来一顿豪打 多亏王岛之孙王密替他还清了赌债 俗话说三十二历 在刘玉三十六岁 也就是公元三百九十九年这一年 三屋之地爆发了一场动乱 领导这场动乱的人叫孙恩 他与部下共同信奉五都米教 也就是三国时张鲁在汉中推行的教派 孙恩揭竿而起 立刻获得了三无之地无数穷苦百姓的响应 一时间声势浩达 那么百姓为何愿意响应孙恩呢 这件事要从近孝武帝司马耀和其帝司马道子的矛盾说起 朝他上下也因此分为两派 不过随着三百九十六年 司马耀意外身亡 司马道子因此执掌中央大权 地方上忠于司马耀的王公和殷仲刊 起兵讨伐司马道子 司马道子下得不知所措 时好将军权交给儿子司马元贤 自己的事饮酒消愁 九月 司马元贤率领两路中央军与地方军展开战斗 中央军数战不利 陷入了被东西夹击的不利局面 随后司马元贤决定策反刘劳之的北斧军 此后的刘豫也将从这支英雄的军队中脱颖而出 刘劳之本来就对王公不满 而司马元贤更是提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只要你肯背叛王公 就把王公的官职授予你 刘劳之问言不由得怦然心动 妻子刘靖轩也认为 与其听命于王公 为何不听命于朝廷呢 于是乎 刘劳之倒戈一击 命令儿子 女婿 回尸金口 王公怎么也想不到 刘劳之这个浓眉大眼的 会背叛自己 毫无防备的王公 被送往建康斩首 王公一死 殷仲勘和他的副手 环玄 杨全七 害怕了 对手从不堪一击的司马元贤 猛然变成了威名赫赫的北斧军 这还怎么打 这时 环冲之子 环修 对司马盗子献祭 殷仲勘 这所以敢出兵 不过是仰仗王公和北斧军的威士 现在王公已死 如果以重力 欲获环玄 杨全七 他们两人就会搞定殷仲勘 朝廷于是下诏 分别任命 环玄为江州次使 杨全七为雍州次使 殷仲勘 建为广州次使 环玄和殷仲勘 都是祖上阔国的人 这次出兵 本来就是为了出人头地 见到朝廷诏令 立刻欺然从命 殷仲勘 眼见得 致使不动两人 直接带着自己的部队 扭头就走 顺便命人 告诉两人的部下 如果不赶快回来 等我回到江陵 就有杀光儿等家人 事实证明 刀子又比嘴巴好使 华阳两人的部众 人心惶恐 两人只好下令西撤 三人在巡洋会面后 虽然已经撕破脸皮 但是为了保全自己 便护从子弟为制 结为同盟 结束朝廷任命的同时 为殷仲勘 将职和王公被杀 喊冤 而在这场 东晋朝廷的内战中 西安太守孙泰 利用五都米教的影响力 以讨伐王公为名 目击私兵数千 司马原显 担心孙泰作大 因此将孙泰 与其膝下六子捕杀 只有一个侄子 跑出升天 带着百余教徒 逃进海岛 此人就是之前提到的孙恩 司马原显 虽然大获全胜 不过对于继续讨伐三人 没有什么信心 双方达成和解 司马原显野心膨胀 干脆把老爹 司徒 扬州厕史的职务给灭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能酗酒 否则醒来 很有可能就没工作了 虽然暂时缓解了这场危机 但是司马原显认为 刘劳之对朝廷 没有多少忠心 只有扩大中央军力 才能彻底压制 抵防藩阵 所以司马原显下令 将三无之地 已经免奴为客的 半自更农 争为军户 这些军户 要被朝廷征兆去打仗 妻子留下来做人质 还得出苦力 子子孙孙 无出途之日 简直就是无期徒刑 官逼民反 此时孙恩已经做了 快一年的岛主 全靠着信徒接济 导致这个消息后 他立刻从上宇县登陆 迅速攻克县城 本来百姓就对司马原显的政策不满 再加上无都米教 在东南地区广泛的影响力 无数百姓和下层士族 纷纷加入孙恩麾下 聚众数万的孙恩 进兵重镇会计 时任会计内使的王宁之 是殊胜王羲之的次子 财女谢道运的丈夫 随着孙恩大军逼近会计 属下急忙向王宁之请示 如何预敌 结果王宁之竟然镇定道 不必担心 我已经请了神人 接下来鬼兵把守各处冲药 各有数万人 何必担心贼军呢 宋亲宗那招不会就是跟你学了吧 我觉得你比孙恩更适合当神棍 接下来事情发展得很顺利 孙恩抓住王宁之后将其杀掉 反倒是谢道运带领家中婢女 亲属之刀击杀数人后被抓 孙恩敬佩谢道运的才华与胆识 反而将其送回故乡 三无一带成平日久 当地守军望风披靡 不到一月之间 孙恩占据八军 挥下的兵力更是膨胀到了数十万之中 孙恩更是得意的对属下道 天下大事已定 出军就等着穿上朝服 和我入主健康吧 不过孙恩很快就被打了脸 司马远显听闻东南事变 急忙命令卸眼 都督无兴一兴军事 刘劳之更积极 主动上书要求讨伐孙恩 孙恩听说刘劳之带着北斧军杀过来了 立刻改口道 我割据浙东至少也能做个越王勾建 现眼势如破竹 先后攻克异兴和吴兴 驻兵乌城后 命令高速协助刘劳之继续进兵 12月进抵吴郡 孙恩任命的吴郡太守陆归 得着刘劳之即将抵达 派出了数千人马 这支军队出动不久 忽然发现了北斧军的一支侦察兵 不过数十人 数千人马当即赢了上去 先把这支小队吞掉再说 这支小队的领头人身高七尺六寸 不是别人 正是刘劉 刘劉面对百倍于己的敌军 毫无巨色 领兵上前接战 刘劉挥舞长刀 奋勇拼杀 北斧军虽然英勇无畏 但是兵力对比悬殊 刘劉的部下几乎皮数被围战死 刘劉打着打着 一不留神从河岸上摔了下去 孙恩军松了一口气 打他下去割了刘劉的脑袋去请宫 没声响 刘劉又站了起来 长刀一扫斩杀树人 爬上河岸后大吼一声 吓得孙恩不重 纷纷后退 如果事情发展到这里为止 那么刘劉在史书上的记载 也就是张飞第二 但是好巧不巧的是 刘靖萱见到刘劉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担心他被敌军纠缠住了 因此带领清记出来接引刘劉劉 士气精趣的孙恩不重 见到北斧军杀来 纷纷扭头变走 已经杀红了眼的刘劉不依不饶 手持长刀继续追杀 一个人追着几千人跑 刘靖萱同时呼一时追击 斩获千余人 北斧军乘胜而进 平定山营 听说刘劳之度过浙江 孙天时镇定道 我不会因为逃跑而害臊 随后携带男女二十亿万口 逃到海上 北斧军虽然勇猛善战 但是军纪不怎么样 平定叛乱期间烧杀掳掠 孙恩就把邪国的女子 和静音细软扔在路旁 得已逃亡海上 孙恩被打跑了 北斧军也抢得心满意足 收拾三无之地 这个烂摊子的任务 就得交给谢衍了 谢衍被任命为会计内使 都督扬州武郡诸军使 负责防备孙恩 谢衍是谢安之子 参加过肥水之战 击败过福坚百万之众 对于孙恩的二十万老弱病残 并不放在眼里 但是他没想到 自己很快就会死在这群 老弱病残的手下 那么孙恩将会如何 击杀名将 谢衍 玄土重来 刘玉又是如何 踩着孙恩的尸体 而崛起呢 请期待下一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